浩南那边的你的粉丝叫什么名字 你给他们起名字了没 男男子 男男子 你起的有什么寓意吗 跟我的生命连动啊 我叫生浩南 那为啥不叫浩南子 浩南子太敷衍了 那为啥不叫男子 男子就是不是统称一个性别吗 男男子 那为啥不叫男子子 男子子 不好听 那为啥不叫阿南 你知道我的 我的那个 男阿阿 你知道我的店铺的那个企业名叫什么吗 叫什么 叫男男子 那个杂货铺 哇哦 好高兴 当然 我叫 我叫格格子 你为什么拒绝人家 真是 太可爱了 谢谢Lisa 她发疯了 我真的我看着她 我感觉 我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你说现在 现在你暗恋这 你暗恋我这件事情 一定是板上钉钉了 不可能 就是大家都信 我现在把那个装给关了 哎 我现在就 你看 这样就好看多了 叫你好看 因为适合你 因为适合你 我就没装了 我如此寡淡 如此寡淡的一张链 高级这样 没有互相暗恋 就是我拒绝了她的暗恋 然后 然后她最近就是在看婚房 然后 然后就是 行 我也要开个直播 看我如何去 看她受不了了 受不了我的造谣了 嘿嘿 我给大家说明一下 我给大家说明一下 哎 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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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给你说明 对 事实是 事实是我没有造她的谣 我觉得 她没有造谣 现在我看 我也不知道我干啥 我真的好无聊 你别开了 你马上随时要去拍了 而且你今天已经播两场了 你不许播 你一播我这里就没人了 你不许开 求你了 你别播 你求求我 我求你了 求求你 那你说你暗恋我 是你 你看 哇 你在我直播间 特别像一个高中生 特别像男大学生 真的 我给你截个屏 你就知道了 你可爱一点 就是那种 弟弟看姐姐的眼神 蒙蒙的看着我 然后笑 把牙齿露出来那种 把牙齿露出来的那种 快点 把你的小虎牙露出来 你别给我翻白眼 你看 这样 把你的牙龈露出来 发一点啦 你别翻白眼 你这样像抽风了 你看 他就是这样对待你们的 就是他对待你们的方式 就是给你们翻白眼 抖音